最近有個以美論火山布雷車 在台灣非常非常大的爭議 我們在進入到余將軍講解之前 先來看一下火山布雷車這則新聞 主要用於戰時在灘案 阻決敵軍透過兩棲載具 登陸進犯的火山布雷系統 布雷過程是由車輛透過撒步器沿途前進 和近期屢屢被提起比擬的金門地區 人空埋設地雷 系統和作用差別大 金門的案例基本上來講 大部分是所謂人員殺傷雷 我們這次採用火山布雷系統 地雷落到地面之後 這個並不會爆炸 兩者比比過去身為戰地的金門 這些地雷主要在地底下方 屬於掩埋雷一誤處就會炸裂 但火山布雷系統 不僅地雷在地面上肉眼可以辨識 還可以透過系統設定自毀功能 對比以往的掩埋雷 火山布雷系統更安全 加上這次採購的火山布雷 是磁力引爆而非重量引爆 不過藍尾之一 這舉動是在民視台灣 未來將會進入巷戰 這個布雷下來就告訴國人 台灣中國大陸解放軍上來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線是守不住的 進到了巷戰 進到了台灣本島 有些人會說 你這地雷都散步在外 不是敵軍看得到嗎 沒有錯啊 我們就是要讓他看得到 因為看得到的話 其實他會躲避躲避這段的防護 譬如說東邊布雷 那西邊我們就可以集中比較多兵力 去對付共軍嘛 所以其實這個攻防之間 不是那麼簡單的論斷 藍鷹炮口一致 反對火山布雷系統 但卻沒搞清楚 光是地雷形勢和金門就大不同 陸軍採購新式證據 首土魏國 在野黨卻炮聲隆隆 不免被質疑是否趁了 共軍心意 對最近這兩集的 我們九十一刻素 已經變成這個火山布雷車 謠言終結者 我真的很難想像一個簡單的 布雷系統都可以產生這麼多的謠言 譬如說謠言一 布了火山布雷後 我們以後就不可以在沙灘旁邊 這個吹著海風 喝著椰子汁 不能湊在沙灘旁邊 可這邊講得很清楚嘛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 張元勳中將 他是說什麼呢 利用綿密的兵火力 在我所望的地區布雷 本身不需要廣正面長時間 就算預判共軍半年後攻台 也不需要在這邊布置 簡單講 現在今年一月嘛 就像我們預判共軍七月 這個要打台灣了 你今年春期 還是可以去墾丁的沙灘 好好吹下海風 為什麼呢 是證明他要登陸後 我再針對該地區去做布雷 簡單講 他船已經出發了 飛彈已經發射了 我們再布雷 這個是夠了吧 因為他十分鐘之內 可以布一公里長的雷區嘛 你那個時候 還想去沙灘吹海風 喝夜的汁 我也是服了 比如說有人說 這個火山布雷車 可能未來呢 這個不容易清除 可是那時候我們就講 這個火山布雷車 它是有一 地雷是一根插在沙灘上 是可以看到的 你根本不會難以清除 而且這個地雷上面呢 有所謂金屬探測 那這首新的謠言又出來了 說可是問題是 你如果看得到的話 敵人也會看到啊 那這樣敵人就不會從這邊上岸啊 陳國民說 陳國民我很熟啊 全球防衛雜誌採訪主任 陳國民特別說 有人說地雷散步在外 不是讓敵軍看得到嗎 他就說 我們國軍就讓他們看得到啊 看得到的話 你有兩條路走 要嘛你就上岸 被我炸死 要嘛換另外一個地方上岸 和當你換另外一個地方上岸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集中軍力 比如說東邊布雷 那西邊我們可以集中密地去對付共軍 所以這些東西也是謠言 那還有人說啊 包含陳鈺誠說 他的副職輩啊 被地雷炸死啊等等的 我跟大家報告 我真的覺得 我的大舅舅是真的在金門當面的時候 被地雷炸死 這是真的我的副職輩 可是現在的地雷 跟那時候地雷是不一樣嗎 火山布雷的布雷法 那個地雷是針對戰車跟坦克車 人類的重量上去是不會引爆 除非你200公斤 只有車子沾車坦克車這類的重量 才會死之引爆 這是很清楚的 可是他們還在講說會炸死的 最扯是賴斯堡說什麼 賴斯堡說這個布雷下來 就告訴國人台灣 中國大陸解放軍上來的時候 我們第一線是守不住了 進到了巷站 進到台灣奔倒 沒錯 我就是要告訴台灣人 不要再幻想 兩岸發生戰爭的時候 最後一名解放軍 剛好進到台灣沙灘 被我們殺死 不可能的嘛 這是過去 過去有20年漢官演習都這樣演習 等一下余將軍會幫我們解釋 過去漢官演習都這樣子 從城嚇阻嘛 然後最後一名解放軍 到了沙灘之後 叨叨叨叨 擊槍打死 剛好死在沙灘上 可是實務上 所有兵隊都告訴我們 至少會有一萬名 到兩萬名的解放軍會進入到我們台灣本島 那個時候台灣要舉白機投降 還是我們要跟他決一死戰 如果要決一死戰後 我們需要布雷車 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請余將軍到前面來 特別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什麼台灣需要火山布雷車 為什麼台灣有很多紅色沙灘 過去國軍都有想定 這可能會被共軍登陸 為什麼我們不該天真的去假設 最後一名共軍進到沙灘的時候 剛好被我們吉祥打死 整個台灣 馬照跑舞照跳 九十條克速照樣錄影 這是不對的 我講大家如果有 家裡有那種大門 庭院大門 你會發現 庭院大門 你是一定要射鐵門 甚至前面還要射一些障礙 因為你那個太大了 不好防守 你看國防部的大門 為什麼前面要弄雞爪釘 弄路障 弄各種的主角色設施 就是因為它太寬廣 這個一模一樣 我們的什麼叫做紅色海灘 紅色海灘 其實你不要想像說 是很遠很遠 不是喔 它就是它的灘 前面是很深的 它的船可以很接近你地面 然後再碰底 就說像翡翠灣這種 浅浅就不適合 不適合不適合 還沒到就已經出岸了 它大老遠 三五百公尺之內就出岸了嘛 它的戰車就開始要跑了 那個不是很適合 最適合就是海灘很短 一碰到馬上就爬上來 這是最適合叫紅色海灘 然後呢 它的面又寬廣 你又不好守 就是敵人容易登陸 我們不好防守 就叫做紅色海灘 那這個海灘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 我們必須要妥善的 把我們的兵力 做節約跟集中 如何節約兵力 用阻絕設施 讓你這些 他覺得這裡很好登陸啊 可是我不能登陸 所以我要把人 改到別的地方 不好登陸的地方登陸 那怎麼辦 地雷 我那地方看到 這麼多的地雷 我上去就要爆 上去就要結束 那很多人講說你看不行啊 那你要露出來了 不算就去排雷 正好排雷要不要時間 要 一排雷時間 就是我攻擊的時候 他排雷的時候 就拿機槍射他 對 他排雷就是我攻擊的時候 就是要遲滯你 讓你從最痛苦的地方登陸 如果你硬要從雷區登陸 剛好中了我 握中捉鞭 我就打你 所以就是集中與節約 這是最基本的軍事常識 賴士堡 長期在國防軍事委員會 他不知道 不懂可以去問你們的將軍啊 哎呦 對不對 我怕吳思淮也不知道 不會 他的軍事素養在我之上 所以說 對 他在我之上 他絕對了解 集中與節約 好 那台灣到底有哪些 紅色沙灘 其實不只四個啦 不只四個 這個參謀長 我跟他非常熟 我們來一點名 先把上面四個講一下 這是在北部淡水出海口 這個我守過 海湖海灘 是以前我單位的反擊區 所以這看起來 就真的是淺淺的 所以車子是可以 直接開上來的 他靠近海岸 你看 我們用油的是比較慢 所以油的是比較慢 所以我們是用破地攻擊 我們的火炮 打海上的目標 可是當他觸到硬地以後 他的速度就快了 他就直接履帶 一把就跑上來了 那這個時候 如果你海灘旁邊 都沒有地雷 他如入無人之境 第一個 他的清兵器打不透 第二個 他的機動力快 他可以碾壓戰場 那這個時候 如果前面有地雷呢 他必須要放慢速度 要去排雷 一排雷 車子要一停下來 就變成火炮攻擊的目標 這就好打 目的就在這裡 可是呢 這麼大的海灘 為什麼我們要買 這個火山布雷系統 我每次和香港演習 推到這邊 我裝甲鞠躯就頭痛了 他的速度 立刻從原來是0.3 變成10倍 因為他碰到硬地了嘛 往上衝 我的裝甲部隊要做反擊 他跑這麼快 我怎麼打 所以命中率不高 過去海灘演習 是不是從來沒有推到巷戰 所有人都在沙灘上 我們陸軍 只要讓他突破了海岸 我反裝 我這個裝甲部隊 我就陣亡了 我已經陣亡了 敵人就從我身上踩過去了嘛 所以從來沒有踩過去 所以我就活著 所以我們過去兵隊 根本就是假設 共金不會上岸 我們假設一件事 就是我們每一次 都提出需求 十年前就提出來了 希望有一套布雷系統 可以在我準備反擊前 一個小時不好 對 因為你太早步 那個老百姓去那邊 釣魚沙灘就會踩到嘛 不夠臭啦 雖然說是暫防雷 可是也不能沒事插在那邊啊 對 對不對 一個條要插在那邊 如果小孩子拿大磚頭去捶 那也不好 所以說一個小時之前不好 怎麼辦 沒有這種東西 只有美國有 對 只有美國有 所以當時我們希望買 可是美國說 你們還是不要買好了 因為兩岸的狀況沒那麼緊張嘛 不急著買 現在為什麼賣給你 緊張了 有點緊張 有點緊張了 因為共軍的兩棲登陸線越來越多 對 共軍的登陸能力越來越強 而且他有顛倒正面的做法 所以這個不只 你認為說灘岸都在這 其實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都有啦 我們不要去泄密了 都有 所以說陸軍參謀長 舉例 他說舉例這四個地方 是 那其實不止四個 那都要做好 遲滯共軍登陸的時間 對 那像陳玉珍所講說不對啊 你這樣子會炸斷腿炸斷腳 我告訴你 除非你真的是 你不但是體重200公斤以上 而且你一隻腳要跟履帶那麼大 一踩下去 蹦 否則你踩不動 它那個下去之後 漏在外面這麼長一截 這麼長一截 你要用戰車把它壓斷 它才會爆嘛 是 那你壓得斷嗎 是 你把它爆回家都壓不斷嘛 你去 我突然你腳很健身 一直去踹 你也踹不斷 你也踹不斷 對不對 除非有一個人就說 我不信踹不斷 我一定要把它踹斷 那怪不得別人 對 所以說這個狀況 陸軍參謀長講得很清楚 平常不會布雷 平常也不會把它丟在那邊 因為它是有時間的 它15天以後 它必然要銷毀 所以它一定是在 我們準備要讓敵人 準備要接近我的時候 我把這一塊 計畫布雷海灘不好 而且是在一個小時之內 全部布完 960沒一定 為什麼要14輛 我不用講太清楚 因為需要 因為作戰需要 因為系統分析需要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讓敵軍 迫使登陸的敵人的這個水路戰車 改變它的攻擊方向 它要避開這個雷區 那我們所留的帶口就非常小 就可以讓我們有限的兵力 在決戰時空內創造有力機勢 來簽滅敵軍 一定需要